众所周知阿北这一期跟的比较晚 一是因为中间有个乐福冰 把我们本来快做完的青钢影给推翻了 所有黑客阵容现在都有点下水道 二是这个赛季实在没啥新活了 本期阵容机甲乱拼 阵容组成是这样的 贝尔威斯和龙王两张怪兽四倍主C 搭配猴子盖伦鼠光三机甲作为前排 至尊机甲一般是给盖伦 但后期鼠光两星也可以直接给鼠光 ROTO努努两机甲物两秘书 阵容固定框架就有这七个能 上两机甲物是因为机甲的血量 配合机甲物的回血非常的搭配 剩下一到两个位置 可以上任意其他控制或者拼高费卡 比如莫甘娜打功能型 或者螃蟹末日分女铁男等 也可以带低费英雄的团队想法 比如青钢影的海克斯天法 亚索的浪克精神等等 非常的灵活 更加灵活的一个点是 这套阵容后排C位 也不一定局限于双怪手 先递到两星女枪了 后排直接开三迅节女枪主C 先递到两星狼能 后排开两斗两AI 加个龙王补伤害野心 就是比较弱这一套 先递到四精英直接四精英 但这个转型的概率很小 因为太贵了 甚至有时候进加龙王 卡牌加妮口 阿北也拼过并且吃过本 机甲乱拼的原理就是 前排机甲露得住 后排谁先两星 且装备合适就上谁 打一波中期的节奏压制出来 把血先保住 稳定吃分 后期上酒 找五飞两星 再来追个上限 这就是为什么阿北邓怀要出网 装备先找漏装弹拼 而机甲乱拼中 拼怪兽双C 又是上限较高的一套 我们接下来 以最高上限这套来距离 这套阵容其实上赛季就有了 新赛季只是色齐换成的盖人做主弹 但国服基本就没能玩了 因为大家都在卷黑客 卡牌这几个 特别是勒布丁以后 卡牌基本上一把三四加 看看首期 实际上这套后期上限是很高的 而且几乎什么装备都能消耗掉 可以作为你连胜运营时 完全不知道玩什么 一团乱石的一个备选方向 只要经济好就能成型 成型后的强度 打什么阵容都不虚 装备方面 AD主C 贝尔威斯 轻语必备 保证打了动能 剩下两件最好是银血跟探坦 没有的话 银血可以换成科技枪或者阵营 探坦可以换成巨杀 叶楞 巨分等等装备 主坦通常优先考虑盖轮 如果你曙光两星来得特别早 那么也可以直接用曙光 救赎反甲龙牙探坦石像鬼银血 这些装备是比较好的 机甲前排的优势 是可以把漏装的利用率提升到最高 所以越纯粹的漏装越好 扛得越久 后排越安全 AP主C 龙王 大天使 帽子 法棒 青龙刀 等任意法强装减垃圾就行 S8.5龙王的伤害是加强度的 其实强度特别高 如果你有龙王的英雄想化 或者前期特别早两星龙王 也可以优先找龙王的装备 拿他主C 剩下还有装备呢 后夕看情况 丢给努努铁南螃蟹之类的5倍卡 战位方面是这样的 机甲单顶 不要把挂剑比较牛头放在这种困难 这样如果对面同侧占了C位 打死牛头以后 会立刻转火贝尔威斯 不会去打机甲 那么贝尔威斯死了的话 这龙就没有持续的伤害了 开局我们要让机甲尽可能承受多的伤害 这样贝尔威斯才能有安全的输出空间 但是要注意防一下零分 三前排被吹起来的话 安娜后排就完蛋了 推荐的强化符合英雄强化的这些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测试完的最优越营手法 开局我们先抢护甲或者腰带 打开一图流 先想好要硬玩一把 优先找漏装过度 这套阵笼 前排三漏装的优先级是大于输出装的 2-1拉4能口 2-5拉5能口 因为机甲怪兽成型非常吃惊忌 所以玩的话 前期一定要尽可能保证连胜 过度怎么强势怎么来 没有固定的 只要满足两星的斗士或者部位前排 加上输出能力强的后排单卡 比如双枪手双决斗的就可以了 3-2拉6能口 补充机半步地排 日盐狂徒在后期对机甲的坦度提升不大 因为机甲属于高血量缺抗性的单位 但为了前期过度舒服 这两件装备也可以看情况做 4-1拉7以后 前期过度比较顺 血多前多 可以不地继续滑水 不顺的话就需要大地 至少找一张盖人和贝尔威斯来索取 血量压力特别大的话 也可以考虑在7级硬递出两星 正常节奏下 4-5或5-1拉8以后 大地找两星盖人贝尔威斯和龙王 然后随便递到什么5费卡阵笼挂一张 就可以存钱拉9了 因为贝尔威斯和龙王 作为4费卡的后期能力有限 想吃鸡的话 还得是9级以后 靠螃蟹 稻草轮 铁南本陈卡 把质量给补上去 尤其乐骨以后 4-4-2特别猖狂 铁南如果两星带神装的话 打中脆皮法师特别好用 一棒子下去基本就全清了 运气比较差 地牌没上不去9的话 就一直在8级地牌提治疗 靠两星子卡争取吃个烂粉 或者看数量追三星吃鸡 因为贝尔威斯现在要的人不多 不像劳能卡牌 他是有机会三星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机甲乱拼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